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争取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一声称谢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正值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 一声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祂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祂的公义存到永远 祂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祂的公义存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 统会告诉父母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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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唱歌高声 无法抬扬 只会 惶恐的仇 生前爱之拯救 无论人 全都好 虽然年轻坠有 战胜之爱 多感丰富 未到无限无量 永远不变 永远坚定 永远是最不重要 终于是爱 变空过去 以为王权 衰落败荒 万能是人 人无求生 却相散事 无求保障 整身之爱 心中无言 未到无限无量 让爱不兴 永远不变 永远坚定 天使主受养 整身之爱 多感丰富 未到无限无量 永远不变 永远坚定 天使主受养 全身上海洋 当众默碎 逐天穹藏 作为主堂 全身上万金 人头披荒 全球困人 只可不敢 全身之爱 多感丰富 未到无限无量 全身之爱 永远坚定 永远坚定 天使主受养 全身之爱 多感丰富 未到无限无量 全身之爱 永远坚定 永远坚定 天使主受养 我们一向去祈祷 神啊我们歌颂你 神啊我们歌颂你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你爱我们的爱是无法扯量的 你爱我们的爱是无法策略的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 我们实际上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爱我们 甚至愿意 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让我们因为相信祂 让我们因为相信祂 我们就可以得到你应许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就得到你应许给我们的恩典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罪得赦免 你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主 你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主 我们怎么配来到你的面前 得到这个恩典 我们怎么会来到你的面前 得到这个恩典 我们实际上是谢谢你 我们实在是多谢你 因为你就这样子的爱我们 在你的爱里面 在你的爱里面 就要我们应该没有去怕 我们应该没有去怕 我们应该可以好好地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好好地跟随主耶稣基督 学校祂的榜样 学校祂的榜样 来信服祢 至死众生 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机会 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 我们多谢祢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相信祂 让我们可以相信祂 让我们可以跟随祂 让我们可以跟随祂 让我们可以从祂里面 我们看到祢 让我们在祂里面 能够看到祢 我们的事 是一个怎样的事 我们谢谢祢 为祢 给我们这个机会 祢给我们这个时间 祢给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主啊就让我们的赞美 上达到祢的面前 主啊就让我们的赞美 上达祢的见证 你的爱是无法测读 无法描述 你的爱是无法插搭 无法描述 但是愿意我们 用我们的生命来歌颂你 我们都愿意用我们的生命 来歌颂你 来赞美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愿人都能够追祢的明慰 愿你的国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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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每个人生 今天吃的我们 愿我们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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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我们遇见识胆 救我们国家的虚弱 因为国度全力 永有全身的力 直到永远 要在岁月 祝他们 鼹目丁 就从祂里操作 我们一切来读神的话语 神的呼召 我们经验的来读 我们要用体验的来读 当尊耶文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它 相见的时候求求它 当归向我们的神,一位神必往行圣灭 我不要洗脱自己,从我眼前脱掉祢,不要止住我 耶稣赞助高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因为神的一次,我选招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信服神 如今因祂不信服,你们都没有联讯 这样,你们也是不信服,叫他们因作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就够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居在不信服之中,但也不会受众人 神救了我们,以圣灶招我们,不需按我们的行为 那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所以我们,应当更加有能力 使你们所够的恩赠 和打算,坚定,毕业毕业毕业 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再来试唱诗圣经与敬 我们一起再试念记与敬 我们一起再试唱诗圣经 我们一起再试唱诗圣经 会唱诗圣经 如果继续和尚央 希望自己再试唱 愿我将为主道路 不顾尊重处安抚 愿我好时尚松仰 愿美我荣耀君王 愿美我荣耀君王 愿我共产先敌意 不愧至极有分文 我好因全归处有 赞美我谁永无敌 赞美我谁永无敌 愿我以圣耀君主名 放弃几天吹吐息 我先成为主道座 愿你作恶我先祝 愿你作恶我先祝 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约恬福音一章三十五道三十九节 约恬福音一章三十五道三十九节 好 请听台上轮流的独出 在此日 你和同梁的门童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 可能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祂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祂们跟着 就问祂们说 你们要什么 祂们说 拉比在那里住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来看 祂们就去看祂住在那里 这一天便与祂同住 那时越有深圳的神话语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 今天我们来思想的题目 圣经里面的信息 说来吧 你们来看看 你们来看看 这个跟我们刚才读的语有点不同 这是一个新的翻译本 叫汉语语本的翻译 这个是新的译本 叫做汉语译本 就好像有一个邀请 来吧 来干什么 来看看 弟兄有没有我们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第一节目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其实我们接受了一个邀请 其实我们接受了一个邀请 这个邀请就是 来吧 这个邀请就是说 来吧 你听到耶稣了 你听到福音了 你听到福音了 你还要不要知道多一点 你还要不要知道多一点呢 那怎么样才知道多一点呢 还是继续听人讲 还是继续听人讲 还是继续在外面找 还是继续在外面找 他说 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他说 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来看看 来看看 当我们听到了福音以后 我们跟着的就是 我们自己来看看 到底耶稣是谁 跟着我们就要来看看 耶稣是谁 跟着要来看看 耶稣讲什么 跟着我们要来看看 耶稣讲什么 那耶稣才是你的 耶稣才是你的 不然的话 你就去听人讲 如果不是呢 你只听人讲 我自己没去看 自己没去看 就好像 就好像 如果有人介绍你 一家好吃的餐馆 好像人家介绍一家好吃的餐馆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样呢 听得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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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说好 那个人也说好 那个人也说好 我不记得我以前曾经拍过一张照片 我不记得我以前拍过一张照片 有多少人看 有多少人看过 我在波士顿 我在波士顿 吃了一个酥炸虾球 吃了一个酥炸虾球 哇 这个酥炸虾球出来的时候 一个盘子小小的 这个酥炸虾球出来的时候 它做得很漂亮 但是它做得很漂亮 整个碟子都充满了 整个碟都充满了 我们看见的时候 好像捨不得吃 我们看到的时候 不捨得吃 吃下去的时候 味道真的好 好 大家听我讲了好多 大家听我讲了好多 你觉得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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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为你没吃过 因为你没吃过 所以听到的 所以听到的 跟自己亲近去吃过的 跟自己亲近去吃过的 那个差别就在这里了 那个差别就在这里了 听到的耶稣 跟你自己经验过的耶稣 跟你自己经验过的耶稣 非常不同 你说人的口味各个都不同 你说人的口味各个都不同 你可以说好吃 我可以说难吃都不同 我可以说难吃得不得了 就好像吃苦瓜一样 好像吃苦瓜一样 在座好多人喜欢吃苦瓜 在座好多人都喜欢吃苦瓜 要不去吃的时候 那就真的很苦 但是比牧师吃的时候 真的很苦 经验不同 所以你要来看看 所以你要来看一看 我们信主这么久了 你看到的耶稣是谁 你看到的耶稣是谁 你在耶稣里面看到什么 你在耶稣里面看到什么 我们一起去祈祷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 你让我们看 你让我们来看 因为这是你的旨意 因为这是你的旨意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没有父怀念的独生旨 由父里面的独生旨 将祂显明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见 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大爱 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大爱 是何等的大 是何等的大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我们求你的灵 今天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我们求你的灵 今天是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明白你要向我们讲的话 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讲的话 明白我们要看 我们也教导我们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公主你讲一下 水晶仰望在你的手里面 我们公主你将以下的时间 仰望在你的手里面 讨好靠来主耶稣基督的命 讨好靠来主耶稣基督的命 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他说我要告诉你们的事 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万物是见到祂造的 他来到我们当中 要将一个信息告诉我们 他要照亮黑暗的人 让他们看到亮光 凡是接受这个光的 就有权柄作神的儿子 得到神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得到神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那我们怎么知道 谁是这个道成肉身呢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 谁是道成肉身呢 对啊 道成肉身 我听到了 那这个肉身到底是谁 这个肉身到底是谁 于是在地上 所以神就安排了人 所以神就安排了人 在世上告诉我们 谁是这个道成肉身的神 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 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 他在主耶稣出生 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前 他就先来到越旦河边 他就是看耶稣基督来到之前 在越旦河边 在越旦河边 传讲天国尽量 全讲天国尽量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那是谁 要问谁 于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就来问他说 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来问他 你告诉我们你是谁 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你要来讲天国尽量 为什么你要来讲悔改的实义 为什么你要来讲悔改的道理 施洗约翰对他们说 施洗约翰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以为我就是你们想等的尼塞亚 你不要以为我就是你们所等的尼塞亚 我不是 那你到底是谁 到底你是谁 是以利亚仙基吗 马拉基书预言说 马拉基书预言说 以利亚仙基要先来 以利亚仙基先来 那你是不是他 你是不是他 不是 那是不是旧约圣经里面预言的哪一位 是不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 也不是 他说亦都不是 那你到底是谁 你什么都是 他说对了 他说对了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不是 我只是你要听到的那个声音 我就是你所听到的声音 那个声音说 修平主的道路 修平主的道路 让他可以来到这里 让他可以来到这里 预备他来到这里 要宣讲的信息 预备他来到这里 所宣讲的信息 我就是那个声音 我就是那个声音 我要替他铺路的来 我为他铺路的来 他的身份尊贵 他的身份尊贵 我给他戒鞋带也不配 我和他绑鞋带也不配 那到底是谁 那到底是谁 诗子约翰指给他们看 诗子约翰指给他们看 看下神的羔羊 看下神的羔羊 道成肉身的 就是这个神的羔羊 就是这个神的羔羊 诗子约翰指着耶稣来这样说 诗子约翰指着耶稣来说 诗子约翰你怎么知道 他说是派我来的 他说是派我来的 告诉我 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 你看见圣灵降在哪个身上 谁就是他 谁就是他 我看见了 圣灵降在这个人的身上 他去留意 但是要留意 他不是说 他说这就是 尼赛亚 他不是说尼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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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语言中的先知 他是神的羔羊 以后我们会看到 神的羔羊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后我们会看到 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 神的羔羊 当约翰做完了第一个这样的见证以后 当约翰做了这样的见证之后 第二天 约翰和两个门头又站在那里 约翰和两个门头又站在那里 他们站在那里 他们站在那里 大概在约翰河边 靠近约翰河的地方 我想仍然是在约翰河边 靠近约翰河的地方 在注意死海很近的那一个地方 距离死海很近的地方 如果死海在下面的话 约翰河就在这里 如果死海下面的话 约翰河就在它的上面 约翰河在北面 北边的地方 北边一点点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传道 他就在那里传道 在那里 第二天又跟两个人同站在一起 第二天他就和两个门头散在那里 又看到耶稣在他面前经过 又看到耶稣在他面前走过 他就说 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他就说 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有两个门头跟他站在一起 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听见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讲 听到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讲 这两个门头做了一个决定 两个门头就做了一个决定 两个门头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两个门头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你说这两个门头好不好 你说这两个门头好不好 背叛了老师 背叛了老师 老师师子约翰在教导他 施洗约翰在那里教他 教了他约翰不要师父 教完他之后就不要师父了 走了 跟随别人去了 约翰生气吗 约翰生气吗 我相信他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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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约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约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要为神的羔羊预备到 因为他是为神的羔羊预备到处 让人可以跟从他 让人可以跟从他 得到神要给他们的神的儿子的积构 让人得到神的儿子的身份 所以对施洗约翰来讲 所以对施洗约翰来讲 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们去跟随那个最好的 他们跟随了那个最好的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你当然也愿意你的学生有证捷 当然你也想你的学生有长进 当这两个学生选着跟随耶稣以后 当这两个学生决定了跟随耶稣之后 施洗约翰绝对没有问题 施洗约翰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所做的 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决定 在每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要讲的也是一样 我们向人指出耶稣是谁 我们向人指出耶稣是谁 然后让他们去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去传去见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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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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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他们 为了他们 两个人跟随耶稣 两个人跟随耶稣 当我们向人介绍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向人介绍了耶稣之后 第一姐妹 耶稣会回应吗 耶稣会回应吗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随耶稣 看见他们跟随耶稣 就问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 原来有人跟随耶稣 有一个英文翻译文字 翻译文字 翻译文字 你们在寻求什么 有一个英文翻译文字 翻译文字 你们要寻找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从我身上 你们跟着我 到底有什么 你们跟着我 想从我身上 要得到什么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问你 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问你 你跟着我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 耶稣基督问你 你要什么 约翰这两个门徒 回答说 拉比在哪里去 拉比在哪里住 好像很突然 好像很突然 我问你要什么 我问你要什么 你问我在哪里住 而你问我在哪里住 你要去我家吗 你要去我家吗 真的是要去他们家 拉比是夫子的意思 也就是老师的意思 也就是老师的意思 在那个时候 两个门徒认识 神的教养 好像是一个老师 在那个时候 两个门徒认识到耶稣 好像老师一样 在什么地方 坐下来教训人 老师在哪一个地方 坐下来教训人 他们跟着耶稣走 什么时候 能够听到耶稣讲话 在他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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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停下来以后 他们就可以听到耶稣讲什么 他们就可以听到耶稣讲什么 所以拉比在哪里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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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老师你在哪里讲去 可以想象 老师你在哪里教我 你什么时候坐下来 你什么时候坐下来 向你来教训 将你的教训 所以我们看见 主耶稣对要跟随他的人 是有回应的 所以耶稣对跟随他的人 是有回应的 主一定会回应你 愿意跟随他的事 主一定会回应你 他跟随他的事 耶稣说 你们来看 耶稣说 你们来看 就是我们讲题里面的 来吧 你们来看 就是我们讲题所说的 我爸 你门来看 耶稣说 你要知道吗 你要知道吗 你来 你来 然后你自己看 然后你自己看 你自己来听 你自己来听 当我们要跟随的时候 当我们要跟随的时候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第一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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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听 你们自己听 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就知道了 于是他们就去 跟他住在一起 于是他们就跟他住在一起 那一天就跟他在一起 那一天就跟他在一起 那时月有深圳 那个时候大概是深圳 就是第十个钟头 就是第十个钟头 子丑人龙一起算下去 子丑人龙一路算下去 就是大概下午四年 因为从黄昏开始 十个钟头以后 大概是小时 就是大概下午四年 在那种情况之下 施死约翰的两个门徒 跟随着耶稣 施死约翰的两个门徒 就跟随着耶稣 被邀请去 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 一个传福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学到的 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从老师的话里面 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从老师的话里面 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 然后我们就自己 来看看耶稣到底是谁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看一看 耶稣是谁 与他同住 跟他在一起 就是意思跟他在一起 这两个门徒 跟随着耶稣去看看 跟随着耶稣去看看 看到什么呢 听见耶稣的话 跟随着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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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彼得的兄弟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 大家都可以清清楚楚 西门彼得 为什么这两个名字要写在一起 为什么这两个名字要写在一起 我们下面会解释 我们下面会解释 先看康德里 他听到了耶稣 他听到耶稣 看过耶稣以后 他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他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 第二个全福音的方法 他先找出自己的哥哥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 西门 然后对他说 然后就跟他说 弟兄姐妹 当你经历过耶稣以后 当你经历过耶稣以后 你要讲的话 就不单单是你从师父那里听来的话 不单单是你从师父那里听来的话 施洗约翰教导安德烈说 看啊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教导安德烈说 神的羔羊 安德烈因为这样跟着耶稣 安德烈因为这样跟着耶稣 他自己去看 他看到耶稣是谁 他看到耶稣是谁 他对哥哥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就是基督 就是受高者 安德烈跟随了神的羔羊 看到神的羔羊就是彌赛亚 看到神的羔羊就是彌赛亚 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主 他们所盼望的救世主 犹太人所给他们的 原来 主耶稣就是彌赛亚 原来主耶稣基督就是彌赛亚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有没有将他传给你的兄弟 有没有传给你的兄弟 你所挂念的家人 你所挂念的家人 你看到一些好的信息 你看到一些好的信息 有没有告诉他们 其他的话不需要讲 其他话不需要讲 你就告诉他 我找到救虫了 你只是告诉他 我找到救虫了 这是安德烈的方法 哥哥 哥哥 我看到彌赛亚了 我看到彌赛亚了 然后怎么样呢 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 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 你来看看 你来看看 他将彌赛亚 接受彌赛亚以后 他将耶稣介绍给彌赛亚 彌赛亚之后 彌赛亚就去见耶稣 他要看到什么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这里耶稣基督圣去很突然 是不是耶稣很突然呢 你信了耶稣以后 他要为你改名字 是不是很无实呢 不是 我们从他的名字里来看一看 有人说西门的意思 是你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就是说你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人很容易的 我见到的我才信 我见不到的我都信 我见不到的就不信 所以我见到什么我就相信什么 所以我见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当他见到耶稣之后 主耶稣告诉他说 主耶稣告诉他说 你以后不需要做西门了 你要做基法 你要做基法 就是彼得 就是磐石 基法是磐石的意思 你找到了耶稣了 你找到了耶稣了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你不需要再改变了 不需要再去寻找了 不需要再去找了 以来以去 以来以来 不知道停在哪里了 不知道停在哪里了 就停在这里 就停在这里 你以后好像磐石一样 以后你好像磐石一样 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 你信耶稣以后 你信耶稣以后 你信耶稣之后 主耶稣有没有 你改名字了 主耶稣有没有 你改名字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人改名字了 没有人改名字 其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 过了命了 因为你现在 是基督徒了 你是信基督的人 你是属于基督的人 你是属于基督的人 就将他当作磐石 不会改变了 就将他当作磐石 不要改变 主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 彼得在主耶稣里面看见 彼得在主耶稣里面看见 我找到磐石了 我不需要再变了 我不需要再变了 这里讲到 这里讲到 第二种传播的方法 第一是听老师讲的 第一是听老师讲的 听人讲的 第二 第二 所以你听到的向人传 是你听到而向人传 唯一一样相同的 你来看一看 你来看一看 听了以后 自己来看 用其他人 第三种我们可以想到的传播的方法 第三种我们想到的传播的方法 耶稣要往加利利去 耶稣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菲利 我刚才刚讲 施洗约翰大概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说 施洗约翰大概在这个地方 离开耶路撒冷不远 离开耶路撒冷 不是很远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北边 走三天的路 大概三天的路 在这条路上 主耶稣基督遇见一个人 叫做菲利 他对菲利有直接的邀请 来跟从我吧 耶稣看见他 就要他进来 菲利是伯塞大人 和安德里尼比德同城 为什么菲利会找到他 所以说耶稣基督曾经在这条路上 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曾经在这个路上 要去找他 要去找他 菲利跟从耶稣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过有好几个例子 对菲利这样讲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呼召 碎利马太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马太就丢下他的工作 马太就丢下他的工作 跟从耶稣 在大马石的路上 在大马石的路上 保罗被神的光照 保罗被神的光照 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 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 都有同一句话 来看看 来跟从我吧 来跟从我吧 保罗 有人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保罗会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做 祝耶稣说来看看 主耶稣说来看一看 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去跟从 我们就去看 菲利又看到什么 菲利又看到什么 我们看看 就是圣经 使徒愿人要告诉我们 来看 你就看到了 施洗愿人告诉我们 你来就会看到了 你看 你来 你就看到耶稣是谁 你来 你看到耶稣是谁 菲利找到喇丹 菲利找到喇丹 他的一个朋友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众先知所寄的哪一位 众先知所寄的哪一位 我们遇见了 我们遇见了 上个礼拜我们有读过这些经文 上个礼拜我们有读过这个经文 有人来问施洗愿汗说 有人来问施洗愿汗 你是尼利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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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位先知吗 你是哪位先知吗 都是 都不是 但是我后面来的那个 能力比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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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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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说 菲利说 莫卡达 我看到了 众先知所寄的那一位 我遇见了 那是谁呢 是谁呢 约瑟的儿子 纳撒那人耶稣 约瑟的儿子 纳撒那人耶稣 就是那一位 我跟着的那一位 就是我跟着的那一位 纳撒那人耶稣 菲利看到了 在耶利米先知的那一位 在耶利米先知的那一位 菲利看到的是 摩西在生命记里面 在摩西的生命記裡所記載的果位 我要在你弟兄中間 興起一位仙知向你 我要在頂中間興起一位仙知 讓你帶領我的百姓 菲利遇到了 見證主耶穌的 見證祂是以賽亞 見證祂是預言之中的先知 就是人的見證 告訴人家耶穌是誰 告訴人家耶穌是誰 從公元前七萬年 從公元前七百年 必至現在回溯到公元前一千四萬年 回溯到公元前一千四百年 拿大業對他說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東西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東西呢 拿撒勒是一個小巡視 拿撒勒是一個小巡視 加利利是一個小巡視 加利利是一個小巡視 從來也沒有出過一些什麼大人 從來都沒有出過什麼大人 沒有先知 沒有先知 沒有軍王 拿大業說 拿大業說 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 還有好東西會出來了 還有好東西出來嗎 如果你傳講耶穌的時候 人家這樣說 那你會怎麼辦 當你傳統主耶穌的時候 你怎樣說呢 你告訴他 主耶穌請多好多好多愛祂 你告訴他 主耶穌多好多好多好多愛祂 我不信 我不信 你怎麼說呢 非利怎麼說呢 非利怎麼說呢 非利說 你來看 你來看 沒有跟祂爭面兩小時 沒有跟祂爭面兩個小時 你來看看就好 你來看一看就好 我們邀請人來到主耶穌基督面前 讓他們親自看 我們邀請人來到主耶穌基督面前 讓我們自己看 耶穌很厲害 耶穌看見拿大業來 耶穌看見拿大業來 就指著他說 這是個真意識的人 這個是真意識的人 他心裡是沒有詭障的 你看這個人 以色列人應該好像他這樣 以色列人應該好像他這樣 他不會將話藏在心裡 他不會把話藏在心裡 他不會因為要給非利面子 他不會說給非利面子 就拿撒勒還能出什麼 讀師這句話他也講出來 他也都將拿撒勒 能夠出什麼好東西都講出來 他的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非利 非利 你跟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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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撒勒那裡 那有好人給你跟嗎 有好人給你跟嗎 非利說 非利說 你自己來看 你自己來看 這是耶穌稱讚他的地方 這個就是耶穌稱讚他的地方 稱讚拿大葉的地方 拿大葉嚇你跳 你怎麼知道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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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我是什麼人呢 你怎麼可以說我是真意識的人呢 耶穌回答他 非利還沒有招呼你 非利還沒有招呼你 你坐在五花火樹底下 你坐在五花火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 我就看見你了 我就知道你 你怎麼知道你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提醒 非利看到拿大葉 非利看到拿大葉 去向他傳託耶穌的人 就向他傳託耶穌 在這之前 在這之前 神知道這件事了 非利還沒有見到你 非利還沒有見到你 我已經去到你見到你 我已經知道你在這裡了 我為什麼非利會跑到拿大葉那裡去 那為什麼非利會跑到拿大葉那裡呢 不就是耶穌想要走他嗎 不是就是耶穌想要走他嗎 不是就是耶穌想要走他嗎 我們傳託耶穌的時候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是主耶穌基督 是主耶穌猜拜我們去傳託耶穌基督 是主耶穌基督猜拜我們去傳託耶穌基督 不是我這麼勇敢去傳託耶穌基督 不是我這麼勇敢去傳託耶穌基督已經看到了 耶穌基督已經看到了 然後你才有機會去 然後你才有機會去 耶穌基督已經為你預備了你要走 耶穌基督已經為你預備了你要走的路 所以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都拍這幾句話 不知道我們應該講什麼話 所以傳福音的時候 會不會拍戲 我不知道講什麼呢 我們要認識這個 我們要認識這個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 就是神的計劃裡面 在神的計劃裡面 祂要我們去做 祂要我們去做 我們就做到了 我們就做到了 來吧 拿大耶穌 拿大叫王 拿兵 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意識的王 佩服得不得了 我坐在那裡 你就看見了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肯定是實的 我願意相信你 耶稣如是使徒一汗在这里就听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词 使徒一汗在这里就听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耶稣对他说 你因为我说在乌克福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 因为我说你在梦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你就信了 弟兄姐妹所有我们呈现出来的 都在这个信之里 我找到弥赛亚了 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他就是弥赛亚 我找到那位先知了 我相信他是那位先知 我找到以色列的王 我找到以色列的王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你看一个身份一个身份就出来了 你看到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这样出来 你再来 你再来 那位先知 我为先知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 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需要讲清楚的 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需要讲清楚的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现在相信了 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情 神的儿子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的儿子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实际上要告诉你们 我实际上要告诉你们 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 转身 对其他的不同徒说 好像主耶稣基督转身 和其他的不同徒说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在人子的身上 以色列的王是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的王是什么意思呢 《聖世紀28章》 《聖世紀28章》 第十節這樣告訴我們 當雅各離開富家 要到馬丹雅人去的時候 當雅各離開富家 要去哈蘭的時候 他就在一個地方住下來 在那個晚上 他做了一個夢 那晚他發了一個夢 夢見有一個天氣地在地上 看見一條梯落在地上 梯子的頭頂著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人與神之間的通路 所以雅各成為以色列國的老祖宗 所以雅各成為以色列人的老祖宗 神與人之間的連接 神與人之間的連接 見證在什麼地方 見證在什麼地方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的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哈蘭在人子身上 兩個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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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天氣 換成了耶穌的身 成就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 我們介紹看到的耶穌出身 我們介紹看到耶穌是誰 神去哈蘭在ヤ 先守上神的高陽 來塞亞 哪位才知 哪位才知 神的兒子 人與神之間的通道 當我們要來看的時候 當我們要看耶穌的時候 我們看到耶穌的什麼呢 要看到耶穌是要帶我們到天上去 如果我們只看到在地上的平安 醒了所有的事 如果我們只看到地上的平安、喜樂 這些東西 有可能是看錯了 我們去宣講的時候 如果講的不需要 做耶穌基督的歌 有什麼資格 將我們帶到天上去 如果我們沒有講到耶穌基督 有什麼資格可以帶我們上去天上的時候 有可能我們就少講了 有可能我們先講了 來啊 來吧 你們來看看 你們來看看 我們都要很努力地來看我們的主 你看到什麼呢 我們一陣子去祈禱 希望我們多謝祢的恩典 謝謝祢給我們有時間 多謝祢給我們有時間 來看 多謝祢給我們有機會 多謝祢給我們有機會 我們可以相信 所以請願你幫助我們的信心建立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的信心建立 我們可以看清楚你所見 我們可以看到主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 是神的兒子 是你在岸 是你因祂的先知 是你因祂的先知 是你為我們預備的請問 是你為我們預備的救恩 可以將我們帶到你要給我們的地方 是將我們帶到你要我們去的地方 祷告靠來主耶穌基督的命 好 我們一起來個唱詩 我們一起來唱詩 我們一起來唱詩 主耶穌說 你們來看看 你們來看看 跟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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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唱詩 跟隨我 跟隨我 跟隨俠 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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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追我 想念到你 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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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生花彼后在 你必须多如的岸海 此一天不知到晚来 跟随我 感谢我 感谢我 照着你后日来到我交情 跟随我 感谢我 感谢我 我要 情绪为你承担 跟随我 感谢我 感谢我 恐惧将今后不怀见 天空 感谢我 感谢我 我要 情绪为你承担 跟随我 感谢我 感谢我 天空 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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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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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報告 下個禮拜就是會員大會 十點十五分開始 希望大家一起去參加 如果不能去的話 我們也為大家預備一些缺席選票 缺席選票就要選的是 我們中間的行政會的成員 我們選票裏面就是我們行政會的會員 執事王健弟兄 執事王健弟兄 董事王健弟兄和高村弟兄 還有另外一張 這是一張綠色 有另外一張 行政會是綠色 粉紅色的是今年2022年度的預算 粉紅色是2022年的預算 所以請大家 如果你不能去的話 可以今天 如果你願意投票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 我們來投票 如果你不可以去的話 今天就可以在這裡填了這個特兵卡 那只有教會的會員 如果你不是會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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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還沒有收拾加入教會 就是你還沒有受勢加入教會 那我們就請你不需要投票 所以就不需要你投票 然後呢 然後呢 教會 盡教委聖筆 一直沒有機會怎麼樣給大家 教會 印了 請了些粉 一直都沒有機會給大家 有教會的名稱在哪裡 有教會的名稱 所以要我在我的出廳裡面找出來 我就在我的鬼中的名稱找出來 大家在座 我們每個人都會來接回去就好 然後每一個都可以拿進去 好 請你看看 好 請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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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看看